来 快点 吃了这块 这一盆子就像猪油一样的 刚砸出来的 大家好 我是花长 现在我们来到忽兰齐阳市 这里是郑哥家 18年我买了一个风箱到郑哥家里面 因为他们这里来了一窝蜂 把蜂引到那个箱子里面 现在有三年了 然后听说很多蜜 然后我今天买了一个摇蜜箱回来 去摇点蜜出来吃 之前那个蜂就是自己跑到那个房间里面去 后面买了个蜂箱把它装到里面 里面太热了 咱们就拿到树下来养了 现在在这个树下有蜜蜂进去了 我们打开这个盖子看看 上次被蜂怕了 我现在看了这个东西就怕 好像没有多少蜜 蜜不是很多 还是有点害怕 上次被蜂的跟个猪头一样的 千万别蜂我 走了又痛又痒的一个星期 哇塞 全部摇了 它会留一点在里面的 这个糖不是很多了 抖两下就可以了 不用断 感觉有点放不进去了 这个胀的太多了 像个小蘑菇一样的 慢慢的慢慢的 不然把那个蜂皮弄坏了 两三块都摇了 上面还会粘一点的 我忘记了拿那个刀过来 这上面全是蜜 但是蜜不是很多 如果是春天四五月份的话 可能蜜是最多的 咱们摇的话 不要全部摇出来了 不然的话都说这里面没有蜜了 他们没办法吃东西 要留一点蜜给它 放里面去 这个可以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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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子 扎子也没事 来 快点吃了 这个快 快点快点拿着吃 拿着吃快点 它上面有这个保护膜 割了之后它才能摇得出来 自己家吃的话就没必要过滤了 直接流出来的就可以了 下次割的时候把外面这里 我也是第一次自己弄的 我上次看别人弄过 可以吃了 好 慢慢地摇 不用干 看到没有 它往两边去了 怎么摇不动呢 拿一点不出来 拿一点不出来 够了 这里还要留一点给它吗 放进去 我们找了一个高一点的地方 把这个蜜倒出来 这个蜜好香啊 里面还有好多蜂皮 里面还有好多蜂皮 好多 哇 哇 这一块好吃 这个蜜蜂皮 这个蜜蜂皮 这个蜜蜂下喉咙的时候特别顺滑 这个蜜蜂下喉咙的时候特别顺滑 这个蜜蜂子 这个蜜蜂下喉咙的时候特别顺滑 这个蜜蜂下喉咙的时候特别顺滑 这个蜂蜂下喉咙的时候特别顺滑 对 好 待会你那个手可以拿去泡开水喝了 刚刚挤的上面这里有一层泡沫 这个就拿的感觉好重了 这个应该有三斤左右 撑一下撑一下 这里有撑 小心一点 看一下有多少斤 三斤多 三斤多加盆子了嘛 咱们现在把这个蜜蜂已经过滤出来了 然后我们用小瓶子装起来 放冰箱里面冷藏着 然后想吃的话就拿勺子咬一点 不能吃太多了 对于身体的话还是有好处的 也是我第一次咬这个蜜蜜 如果中途有哪些有问题 大家可以指导一下啊 好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蜂子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